大家好,我們是次女宰智學團 我是女宰晟 我是黃月翰 我是翁梅翰 《非人總體》這本書是由 珍妮佛史密斯所編寫《關基因改造食品安全》的書籍 那這本書它是2003年出版的 不過事隔9年之後它推出了中文版 然後這本書有提到一個實驗由 阿帕智泰博士所進行的 它是一名基因改造實驗的博士 但是它在進行一項實驗之後 它對基因改造這件事情 有一些看法的轉變 它就是它在這項實驗的時候 發現到了一個基因改造的細柱 叫做疏離柱 它能夠讓植物自己生產殺成一隻 但是這個基因改實驗 並沒有經過任何的安全檢驗 就以假定安全的方式 在上市成為一般民眾日常的實驗 於是它想它會利用零極素 來替代這個書籍柱的基因改造 但是它在實驗的時候 它又用了三種方式 直接餵食正常的零食 然後零極素搭配零食餵食 以及零極素的基因改造 但是馬鈴薯加基因零極素 跟正常的馬鈴薯 對於實驗老鼠來講 並沒有任何的理解 也就是說 零極素的量會使得馬鈴薯 並沒有造成任何的影響 而基因改造的老鼠 確實有一些 確實實驗老鼠的胃壁 就是牆壁有一些 就是明顯的異樣 比如說是馬鈴薯 並不是原先的那麼健康 他接受到這樣的實驗結果的時候 他很正經 他打算要告訴社會這樣這件事 但是受到種子公司及政府單位的壓力 到最後他沒有辦法去給我答他的意見 那這時候就面臨到科學家的道德的問題 他應該是要去堅持 把他看到的實驗結果去告訴大家 但是可能面臨失去過多的風險 還是他就要著他們預期的 他們預期的實驗結果 就是他們 照他們預期去設計實驗並得到的結果 那介紹一下基因改造 他是透過 將不同物種的基因植入 將物種的基因植入另外一個物種 然後這樣的好處是 他可以在跨物種之間 進行特性的結合 那如果是透過傳統的方式 我們只能在類似的物種之間 培育出好的物種 你的意思說可以像是這樣這樣 番茄跟魚可以交配在一起 然後變出一隻番茄魚嗎 沒錯 科學家就想到一個點子 因為番茄有時候大概爛掉 所以他們把魚的抗動基因植入番茄裡 讓番茄可以保存更久 但是這樣基因改造面臨的一些問題 主要是經驗不足 我們不知道基因裡面 運行的模式是怎樣 所以當我們把一個基因植入之後 它可能有兩種反應 一種是某一種本來應該在的東西 但是它消失了 或者是本來不應該多的東西 它就能增加了 那你可能會好奇說 那為什麼這樣感覺有點不安全的基因改造 會變成我們的食物呢 這就要提到說 全世界最大的基因改造相關工業公司 孟灘都了 孟灘都它是一個非常有錢的財團 所以它可以透過各種不同的途徑去影響 從科學家到媒體 甚至是政府的處理這件事情的態度 舉例來說 因為科學家進行實驗需要錢 所以它可以資助資金給科學家 然後甚至要求他們更改最終的實驗結果 而孟灘都這間公司 它原本是一家化學生技的公司 後來他們改為發展經改造的相關產業 然後他們的他們的他們的理想是說 可以達到環保永續以及人道關懷 但是實際上他們在做很多的事的時候 其實是沒有辦法像他們先生的那麼美好的 舉例來說 他們居然會販售沒有生育農曆的種子給農民 然後農民就被迫必須持續購買他們的種子 不然就會荒沛 讀完這本書我們想到一個觀點 就是基因改造這件事跟孟三都這件事 他們應該合在一起嗎 還是說可以我們就孟三都 他的所作所為來討論 然後從基因改造的安全性來討論 因為孟三都他透過不同的方式去影響 影響了本來不一定安全的食物進到我們餐桌裡 然後在中間有點不道義的成分 所以說我們希望可以透過像是有 上電在商店選購的時候可以選購 像是擁有有機食品認證標章的產品 或者是說你可以多加在媒體上取得相關的資訊 才不會盲目的吃這些基因改造的食品 講了這麼多的關於外國的基因改造食品 卻沒有講到國內 其實在國內的時候 其實在國內的基因改造行動 有九成來自國外進口 都是已經有透過基因改造 而許多民眾卻沒有去正視這個問題 或甚至完全不知道我們這件事情 那這也是我們需要去關心 然後去知道的事情 謝謝 有請蔡智惟老師提問 謝謝三位同學的演說 剛剛你們有提到一個 英國的科學家叫普斯泰 他在用老鼠去餵食 進行改造的馬鈴鼠跟正常馬鈴鼠 那你們有提到說 在之前有用蘇利菌的毒素去轉職的馬鈴鼠 然後呢沒有出過任何的科學證據顯示 是多大神牌就輕易的上市 這個是你們相信嗎 是哪裡的嗎 這個可能要講一下 美國他的施定藥物環境的 也他的 他在審核這個食物的時候 因為他 假設 假設他這樣加進去 然後 這就是一個天然的食物 所以他們在這個基因改造的食物 他們卻用一般食物要上市的標準來看 就是他不把 他因為這個基因改造的功能 他沒有把它聽過在食品添加物 或者是 或者是 或者是其他的範圍裡 所以他 他就讓他直接上市 基本上 根據我知道 美國施定藥物管理局 他們是 假定 像這邊的基改馬鈴鼠 跟正常馬鈴鼠 是有 一樣的 營養成品組的差別 所以他們才 合可 那這個還是有科學認證 只是可能 科學家在 做 資料探討的時候 或許他故意忽略一些東西 或是他的設計上 會有些問題 另外 再請教 三個問題就是 你們有提到說 基因轉質 例如說 蕃茄容易損壞 那科學家會嘗試的 要把 這個 魚的基因 魚的抗凍基因 放到 蕃茄裡面去 用基因轉質的功能 這個合理嗎 如果一個東西 容易壞掉 那我們就把 抗凍基因放在裡面 這個功能壞掉吧 請問你是 你是想求他的 科學性嗎 對對對 就是 我們 就是他 他要植入基因 但是 基因不一定是可以 可以互相 他不一定是可以互相解讀 所以他 中間還有很多次的失敗 他才會 到最後 他才可以把 你的抗凍基因 植入到 番茄 那因為基因 他大部分都是通用的 所以 他是可以 是啊 技術上是可行 我想請教你 就是說 請教你們三位 如果我想要 當這個 叫做基因轉 主要是 番茄不耐儲藏 他手整了之後 他很快碰到 壞掉 那你要 防止這個問題 我們剛剛講說 因為他容易腐爛 容易爛掉 所以我就要把 你的抗凍基因放下去 你這個推測好像很平衡 你們不知道 能不能給他四秒鐘點 因為時間到 我們是覺得說 其實這是一個 很奇怪的說法 因為照理來講的話 誰會想吃一個 放120天 還沒爛掉的番茄 是不是感覺很噁心 我們是不是應該要 直接吃新鮮的番茄 比較快 好 謝謝